他是墨西哥最有钱的男人 他种出的植物 曾经消亡了整个美洲 光是一周的收入就高达了3000万美元 要知道 这还是在80年代 在鼎盛时期 他不仅拥有私人军队 他甚至可以左右总统的竞选 他就是墨西哥最大的毒枭 米格尔 安赫尔 人送外号 教父 那么今天就来讲一下 在那个群雄歌剧的时代 他是如何在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王国的 时间回到了80年代 这时的西纳罗亚可谓是毒贩们的饮店员 这里的军民们都靠着种植这种作物为生 在这天军队发动了突袭 他们烧毁了大量的种植员 是要消灭这个万恶的源头 卷毛作为头号通缉对象 他被军队一路追赶到教堂 军官对里面大喊 如果不挖卷毛交出 他就将里面所有的人全部杀光 就在双方僵持的时候 一辆警车缓缓驶入 车上下来的人正是米格尔 此时他还是州上的一个小警察 米格尔对军官说 他会把毒贩带出来 说完便转身进了教堂 没过一会儿米格尔就把卷毛压了出来 在他的避问下 卷毛说出了其他种植员的位置 军官得知情报后 带队离开了这里 卷毛则交给米格尔来处理 米格尔把他带回家中 并打开了手铐 原来两个人是非常要好的兄弟 但现在他们的种植员也被摧毁了 他们在想一个新的出路 于是在卷毛的介绍下 米格尔前往了当地最大毒枭 雄狮的家中 这是西纳罗亚最大的毒枭雄狮 军方烧毁了他们所有的种植员 一群人正在商量新的对策 这时米格尔提议 不如将种植业务挪到 瓜达拉哈拉 众人愣了一下 瓜达拉哈拉是 纳兰霍兄弟的地盘啊 他们肯定不会同意合作 可现在没有其他的办法 雄狮只能同意了他的建议 米格尔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带上内托 内托虽然一脸的不情愿 但是还是跟两个人前往了 瓜达拉哈拉 刚到目的地 米格尔就让卷毛 独自去了地质学院 随后他跟内托来到了美洲酒店 没过多久 小纳兰霍就赶来了 米格尔开始向他提议 合作种植的请求 并说利润可以五五分 但小纳兰霍并不领情 他不允许外来人口 占有自己的地盘 说完便准备起身离看 这时米格尔拦住了他 内托以为他疯了 这可是在纳兰霍的地盘啊 警察很快就会将他们抓住 并待到纳兰霍的面前 这时卷毛赶来了 他让地质学院的教授 帮他们选好了种植区域 看来米格尔有自己的计划 两个人并没有选择逃跑 而是坐腾被抓 很快FBI赶来 他们被带上车 准备去面见纳兰霍 在路上米格尔对眼镜说 他曾经救过警长的弟弟 并要求眼镜带他去见警长 眼镜一听 这人救过自己上司的弟弟 赶紧将米格尔带到警长面前 可见面才知道 原来警长没有弟弟 米格尔急忙地说这不是重点 他让卷毛拿出了一包货物 称自己种植的新品种 不仅生长速度更快 跟市面上其他的作物相比 一样的体积 他们的重量还会更高 最后米格尔提议 利润55分 这时纳来霍赶来 他要亲手为弟弟报仇 可警长却拦住了他 在这个圈子里 谁能带来利益 谁才是真正的朋友 米格尔来到一片荒地 他们将在这里 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帝国 在80年代 墨西哥的毒贩们四分五裂 他们只能在自己的广场上 进行交易 为了建立自己的庞大帝国 米格尔决定改变这一现状 他显身认识了 内托的侄子阿玛多 阿玛多是一名飞行员 他开始带着米格尔 飞往各地广场进行谈判合作 其他广场的谈判 看似都很顺利 直到遇到了帕波罗 这才出现了问题 原来帕波罗跟米格尔的老大 雄狮有些过节 他说是雄狮组的局 并不打算参加 没有办法 米格尔只能撒了谎 他谎称雄狮想要和帕波罗和解 这才让帕波罗同意了合作 当晚雄狮就感到了呱哒拉哈拉 他对米格尔做出的成绩很是满意 但当他听说到 要自己跟帕波罗和解的时候 雄狮差点就要爆发 为了利益 他还是忍住了 很快 各路的独小齐聚一堂 这还是他们首次 做下了一起合作 据使 帕波罗打算举杯感谢组局的人 雄狮本以为说的是自己 可谁知 帕波罗感谢的人却是米格尔 这让雄狮多少有些面子上挂不住 米格尔急忙地打圆场 把功劳全推给了雄狮 但雄狮并不打算罢休 他们矛头指向帕波罗 并说自己不可能跟他合作 听到这里 其他的广场也纷纷退出 因为只要有一个广场不合作 市场的价格就没法统一 正因为雄狮的一句话 整个合作算谈崩了 最后雄狮叫住米格尔 他认为米格尔越界了 并说今晚要带他回趟西纳罗亚 米格尔心知肚明 此行肯定凶多吉少 经过长期的相处 内托也站在了米格尔这边 他跟侄子想要帮忙 却被米格尔拒绝了 在路上米格尔请求 把自己埋事的地点告诉儿子 但雄狮拒绝了 他可不想十年以后 有人来找他报杀夫之仇 这时一辆警车突然拦住了他们 雄狮想用钱把警察打发走 但警察并不吃这套 警察让雄狮跟手下站到路边 这时又一辆警车赶来 原来是内托喊来了警察局局长 局长直接下令 让手下打死了雄狮众人 看来啊 每个人都从米格尔身上看到了利益 也正从这天开始 米格尔开始自立为王